今天分享一个超级好吃的 沙姜红葱头焗鸡 同样是做法简单 原汁原味 喜欢吃鸡一定要试试 保证吃个翻尴味 新鲜的沙姜洗净后 不需要批皮 直接将它拍水 再将红葱头都切水 千万不要太方便 用搅拌机 用刀拍完再剁就更香 半只鸡就配半碗红葱头和沙姜碎 用热花生油激发出香味 再加少许松茸蒸提鲜 再加生抽和盐竹拌均匀 就可以了 这些秘制沙姜红葱头汁 用来配白切鸡也很好吃 鸡就未放盐盐 所以这里放多一点盐 拌鞋带都糟糕了 再找个不懂饱饭煲仔 将姜粒和蒜头爆香 再将斩小件鸡铺上去 刚才调好的红葱头和沙姜碎都铺上去 用中火焗10分钟 千万不要放水 鸡本身就会出水 焗3分钟后倒半杯高度米酒 然后继续焗7分钟 听到咳咳声说明 煲里面的水分已经差不多烧干 开锅后淋一瓶头抽 再撒一瓶迷人的葱段就大功告成 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油多汁 包裹红葱头和沙姜碎 吃起身一点都不会咳 天气冻冻地 做红葱头沙姜焗鸡真的没介绍了 焗出来的鸡油和汁水拌饭都超级 每次做这道菜一定要煮多些饭 我是小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火炸